PD好 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这里是练习时长69年的 一号键盘练习生Cherry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最新的钥匙系统 那我们的键盘要颜值有颜值 要实力有实力 那除了我们经典的黄金触点 Real Key防轨键技术 还有我们最新的樱桃无限增强技术 相当的能打 请问你那个樱桃轴还嗡嗡响吗 你说什么樱桃轴 樱桃轴 你干嘛 你好烦啊 讲好键盘故事述说键盘传奇 这里是托马斯 要说现在争议极大 知名度又极高的键盘品牌 一定非樱桃莫属了 借着樱桃钥匙系列新品发布 我有机会深入研究樱桃的历史 反而让我增加了对这个品牌的崇敬之心 在画面当中的这个男人身穿樱桃标志性的红色礼服套装 他就是樱桃的创始人华尔特切里 1953年华尔特切里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家餐厅的地下室里创立了樱桃的品牌 而在那个时间点真正被定义为个人电脑的设备都还没问世 所以当时的樱桃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电器产品公司 主要的客户是当时的美国汽车企业 樱桃在1959年的时候生产了一个机械开关 型号是01APB-5W 有传言说这是樱桃生产的第一款机械开关 就是这看上去很简单的结构 就彻底改变了人类的输入历史 1971年6月18号 樱桃提交了第一份键盘轴体专利 轴体是左右对称的 单看左右两边 是不是很像之前的01APBSW呢 1972年1月14日 樱桃又申请了另外一份专利 最明显的特征是塞入了一个小分车的结构 在1979年樱桃出版的产品目录当中 就提到了这种轴体拥有黄金触点 所谓黄金触点有那么几个特征 第一个是两个接触点以横纵向摆放 第二个是接触点设计成三角锥形 三是接触点的材料为69%的金 25%的银 还有6%的薄 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降低了功耗 提升了使用寿命 那根据当时产品目录当中的描述 黄金触点已经有接近10年的历史 也就可以说樱桃使用黄金触点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969年 直到现在包括樱桃在内的很多轴体厂商 还在使用类似的设计 时间来到1980年代 Cherry推出了M8系列轴体 那这款轴体采用了无上钙设计 并且将轴体内部的触发组件进行了横向放置 大大降低了轴体的高度 那唯一的问题就是 轴体的长宽都非常的小 打字的时候需要小心翼翼的 我却觉得M8系列轴体的意义更为重要 老旧轴体为了迎合之前打字机的输入习惯 往往都要做的又高又厚 从打字机逐步淘汰的事实 和人们追求人体工程学的角度 轴体不是做不到足够的小 而是想不想要做足够的小 到了1983年 樱桃的MX轴体问世 1989年Cherry发布了经典的G80 3000 畅销30年 那相关的资料就已经有很多很多了 我就不再赘述了 不过我个人觉得 G80 3000是不如这款G80 5000的故事精彩 G80 5000是第一款搭载樱桃轴的键盘 设计者之一是樱桃欧洲部门的CEO 还拥有樱桃矮轴的专利 键盘采用类75配列分裂式布局 还采用了可伸缩控格设计 键盘虽然采用了ABS 二色成型键帽 但是键帽的质量 放到现在也是顶级的水准 至今很难超越 键盘底部还有增高装置 更贴合人体的自然手型 而这样一把键盘 仅仅面试不到四年 就因为销量问题而被迫停产 更重要的是 这把键盘搭载的是 最初代的樱桃茶轴 有玩家表示 这把键盘上的茶轴和现代的茶轴 是完全两种手感 这也太high five了吧 物以稀为贵 G80 5000在二手市场的价格 能够超过8000元 甚至在Ebay上 有超过8000美元的成交记录 除了键盘左右两边的连接处 比较松滑 容易损坏之外 我倒是觉得这把键盘 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 可以算是樱桃键盘的 风神之作 1996年 樱桃创始人 华尔特切里离世 他的儿子皮特切里 掌握公司 但是到了2008年 皮特切里 把公司卖给了JF 财福 财福公司是专注于 汽车工业领域的公司 Cherry的老本行 也确实是汽车行业 而电脑外设业务 对于财福来说 并没有多少的获益 2016年10月 财福把樱桃旗下的 外设业务出售 不然樱桃的键盘和轴体 可能真的会和 IBM的键盘一样 引入烟城之中 在一次采访当中 华尔特切里指出 公司成功的秘诀 就在于多样性 和充满智慧的 挑战风险的能力 在汽车行业火热的年代 当个汽车品牌 可能会因为竞争 而被很快淘汰 但是对于挡风雨刷 电动窗帘等部件的需求 是不会变的 而樱桃就为这些部件 提供了关键的元细节 还做得非常的好 在电脑发展的年代 乔布斯在纠结 如何让麦金塔电脑 在100天之内 受到市场的停烂 而樱桃就专注 提供最好的输入设备 这才让樱桃 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 这一许就是 皮特切里 远不及他老爹的地方 这几年的动荡 也让其他键盘品牌 拥有了追赶的间隙 但是樱桃在这动荡的时间之内 还是有一定的进步的 在2015年的时候 樱桃发布了一项新的键盘技术 叫RioKey 通过在每个按键下 增加独立的装置 解决了在键盘高速敲击的时候 部分按键可能按不出来的问题 也大幅的提高了键盘 在电路层面的响应速度 在我手里的最新钥匙系列上 还搭载了最新的樱桃增强无线技术 其实也就是2.4G模式 蓝牙协议本身就是一种 基于2.4G频段下的通信协议 在2.4G模式之下 必须要配合对应的接收器进行使用 但是可以完全打破蓝牙协议的种种限制 针对键盘高频次 低数据量的特点 修改传输协议 降低数据发送量 使用更多的发送频段 达成高速响应 本次Cherry钥匙系列 是基于Cherry MX8.2的 中国大陆地区特供版 相比国外的版本 键帽从ABS材质升级到了 三面透光PPT键帽 但三种配色各自拥有独特的光效 使用经典的樱桃轴体 通过调整黄金注点的配方 理论寿命已经达到了1亿次 锂合金收纳箱 CNC养极氧化外壳 依旧保持不变 现在到10月20号 钥匙系列在特务平台上首发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到了2022年今天 樱桃仍然在努力 为电竞 医疗 银行等领域 提供高质量的外设产品 作为一个消费者 我很敬佩老一代樱桃人的创新能力和商业思维 现如今的外设行业已经经非细笔 期待樱桃的新键盘 还有新轴体 能够续细当初的辉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还喜欢今天视频的话 请别忘了点个赞 关注我 带给你更多数码之后的知识 让我们下期键盘传奇 再见